刘涛和王柯出演的节目《情暗的客栈》已经播完 但关于两个人的话题仍未停止 刘涛和王柯在节目上争吵的画面也多次被提到 已证明两人感情不和 但刘涛夫妇的关系恩爱和谐到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自然是不届于回应网上的风言风语 但在王柯刚面临财政危机的时候 两人也被传过离婚 当时刘涛的经纪人戴维回复称 这样的传闻过去已经发生过多次 刘涛被离婚不知多少次了很无聊 经纪人还直言两人很恩爱 网上的这些言论是某些人有蓄谋的恶意谣言 刘涛从没得罪过人 这些人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 可能就是嫉妒吧 我们正在商量 是否需要开一个发布会或做出声明 来制止类似谣言的继续散播 刘涛是著名的嫌妻代表人物 魂后刘涛本想退圈当阔态 可惜天有不错风云 一场金融危机 丈夫一夜之间成了富豪 当生完孩子的她不得不再次登场 一年里狂揭18部电视剧 终于还清了4亿的外债